大家好,我是海鱼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鱼录斯蒂山奇藏四四八 孙霞九二,蝴蝶七十七 飞猎手二十九,潮汐一百四十二 圆上旧子,奇藏四六二 孙霞九十七,蝴蝶七十九 飞猎手三十,潮汐一百五十 明朝一条龙一点零全收集 让无孙霞奇藏香 宝香飞猎手潮汐自己细生蝶蝴蝶 好的,那我们这一批先来到 鱼录斯蒂左边这一个锚点 然后到这里继续往东方向地图路边 从东方向地图路边这边走出来 这次不往对面的这个山上走 往山的左侧 这边下来 下来在路边这里有一个 鱼泥 清除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基准奇藏香 有机会排场用 捡起来这个奇藏香 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 西北方向地图左腕角这边走 这边是第二个意志装置 好,继续来清怪 好,这里我们第二个完成之后 查看一下工作日志 好,然后旁边的精密奇藏香 捡起来的机会排场用 捡起来是一个精密奇藏香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再走过来 你看这里是飞猎手 那这个飞猎手在这个淤泥里面 然后正好不小心就给它打掉了 在这一转 就在这个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大概一点 这个位置左右一点点 应该是有三个箱子 那这三个木箱子 木箱子被水龙卷给它打掉了 打掉了它就飞出来了 然后我们靠近的话它就会自动乱飞 那这个飞猎手如果说你不及时清掉的话 它可能会出bug 目前版本它可能会有bug 然后不会再刷新 那以后应该是会修复的 如果你没拿到的话 你在这里标个点以后的版本 比如说下个版本1.1 你在哪啊 好那现在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走 好这边这里有根柱子 来到柱子这里A一下 然后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一根柱子A一下 好接下来在我们的西方向牛左边这根树 这棵树的背后啊 这棵树背后啊 这里A一下 好然后再回去 回到第一根柱子的地方拿宝箱 所以拿到这一个起趟向 然后再往我们的蓝方向地图下方啊 小地图上亮起 生霞的位置 我们来拿一下这个生霞 拿到生霞之后 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 再跟着任务指引跑过去啊 好现在我们再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进入山洞 好这边是一个还原壁画 那这里的话我们看到左手边第一块啊 第一块我们捡起来 放在九宫格最上方 哎 好九宫格的最上方 然后第二块啊 第二块的话我们放在九宫格的左边 这里 第三块在九宫格的右边 第四块啊九宫格左下角 好这样的话旁边就出现了一个精密奇藏箱 我们来拿一下 拿到这一个精密奇藏箱 我们再往任务指引的方向 东南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走出去 好这边是什么第三个 什么什么装置啊 又要清怪了 好完成之后这边同样出现了一个精密奇藏箱 开启打紧其用 开启的时候我们直接往任务指引的方向跑啊 这里哦 清怪 好啊 这边是最继特瓦铃 我给它剪掉吧 没什么好看的 好这样的话我们完成了这个比岸的哀哥这个任务 旁边就出现了一个灰光奇藏箱 你捡起来 有机会派上用草 好那我们捡起来这一个灰光奇藏箱 直接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现在来到鱼露师地下方这一个猫点 这里任务完成有一个 今天被任务覆盖的 顺手过来拿掉啊 好过来之后往我们的西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走 这里往前啊 前方这里有波怪 这波怪的前方 那个洞 直接一开始那个洞 因为跳进去啊 这里跳下来的话有一个潮汐之一 我来宝盖清一下 好 七万怪我们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一 任劲其用 拿到这个潮汐之一的话啊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啊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好 那我们这一批来到无仓储站啊 旁边这一个中书星标 好 到这里之后把死鸟转到我们的东方向 偏南一点 地图的右边偏下一点 这边走过来低头啊 在这下面这里有一个 易碎的石头 来砍掉它 好 里面一个朴素奇长相 捡起来外的收获 捡起来这个奇长相 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过来 前方是一个正手箱 好 清一下 好 那我们七万怪之后 拿到这个基准奇长相 然后对 奇长相 往东方向地图的边这边走 东方向地图的边啊 这里一直走过来 然后抬头看 这瀑布中间啊 这上面这里有一颗生霞 从旁边稍微往上爬 好 然后我们再回头 去拿生霞 好 那拿到生霞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小角 这边这个墙羹这里 一个易碎的石头砍掉 里面是一个朴素奇长相 请用 那拿到这一个朴素奇长相 我们再去开某点啊 开某点 开了某点的小伙伴 直接传送啊 好 来爬一下 好 那上来开了某点之后 再把石头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小 这边这里有一个潮汐之仪 好 来清一下罐 好 那我们清完罐之后 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 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小玩角 这边走 好 这边由上按 左边这个挑战 这个挑战别着急 我们先来到挑战的位置 好 别着急 然后在挑战的西北方向地图小玩角 这边有个阿诚 和他对个话 好 这里我们给他一个食物 随便给一个 好 这样给我们十个新增 那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小玩角 这边这里跑过来 旁边这个炸药包捡起来 把那个经济炸开 好 直接跑过去 好 然后回头拿到炸药包 好 给他压在底座上 这里拿到旁边的基准其他商 有机会 然后我们再回去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再回去做我刚才那个挑战 好 来 撕起 撕起 重物 鸭仔 抵多少 砍一刀 好完成之后我们正前方这里出现了一个 基准成像阿纳道塔的起用 然后它之后我们再往东北方向 地图上角这边往前走 低头在这边这里有一个 蝴蝶摸一下 摸一下蝴蝶 在蝴蝶经过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炸药包 捡起来把旁边的荆棘炸开 好然后我们继续去摸蝴蝶 一直把蝴蝶送到位 把蝴蝶送到位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上角这边走 好这里是一个解密 那我们站在这根柱子这里 A一刀 好那我们在这根柱子这里 把蝴蝶转到我们的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是一个正手的柱子 我们清醒 好清掉块之后我们来砍一刀 砍一刀之后我们再把蝴蝶转到西北方向地图走完角 那边那个这个是什么鬼来的 底座这里 这里可以拿旁边的空物 那我们可以踩上踩上这里 然后掏出枪手角色 A一刀 这样箱子解锁 直接全拿箱子 有机会排桥用法 拿到箱子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个坑 这个坑跳进去 打开闪意 然后把飼料转到东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一颗生霞 过来拿到它 好拿到生霞之后我们再爬回去 西方向地图左边爬回去 好那爬上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解密 我们这里爬上去 这里有个缝 从那个缝钻进去 好这边为了不让它打扰 他们打扰我的话 我先八块清一下 好那这个解密是这样解的 这边是三头的 三头的我们捡起来 放在这个位置 旋转旋转再旋转 旋转三下放在这个位置 好这边是两头的 两头的放这里旋转一下 好最后是单向的 单向的放这里 这样就解锁了这一个精密其他项 酬劳就要捡起来 这个精密其他项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 偏北一点 地图的左边偏上一点 这边爬出来 先放一个 潮汐之夷 好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拿到这个潮汐之夷的奖励 进去齐用 拿到了这个奖励 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这边 从这里过去啊 过去你也可以直接飞过去 飞过去爬过去也可以啊 这边绕一下也可以 那走过来 在前方这里有个水池 水池里面是一个潮汐之夷 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潮汐之夷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 然后往西北方向地图软角过去开猫典 好这边开了猫典之后 再回头 这里在我们正下方有一个生霞啊 从旁边这里跳下去 然后在这个桥洞的底下 这里空中一颗生霞拿到打 拿到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传送回到刚才这一个锚点啊 我们先在旁边的这个 好的 回来之后把四条转到西南方向 地图左来角走到雪岸边 在前方的空中 空中有一颗生霞 这里我们直接跳过去 好拿到空中的这颗生霞 再把四条转到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强庚这里 一个脆弱的石头 好里面是一个朴素奇长巷 收牢之外 捡起来这个朴素奇长巷 我们再往我们的 西南方向地图左来角 这边往上爬 好爬上来 在前方那个树根的背后 是一个潮汐之仪 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请用 拿到了这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把四条转到 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从这边走过来 好走过来再路边 路边啊稍微往左边 看一下 看一眼啊 这边是一个变成文字的那个挑战 好这里吃金币 我们下个视频 好那挑戰結束拿到這三個箱子 我就會來的收穫 三個箱子拿到 再把石角轉到南方向丟下方 這邊直接跳過去 過來之後首先是一個射擊訓練 我們來做一下 好的那挑戰完成拿到基準其他項 拿到之後繼續南方向丟下方這邊 這個潮汐之儀來清一下怪 好那我們清完了怪拿到潮汐之儀的獎勵 拿到獎勵之後再跑過去開一下矛點 好開了這個矛點打開地圖 我們傳送到圓上舊址下方這一個矛點 傳送過來之後東北方向 地脫右轉角往前走 這邊是一個正手箱 好清一下 好那我們清完怪之後拿到這個基準蝦箱 拿到之後掏出一個槍水角色 走到左邊這一個平台旁邊 這裡去偷襲一下 那邊能飛獵手 好 好那打到這個飛獵手之後 那再往東北方向敵兔上角 往前走 這邊是一個 蝴蝶 好摸一下蝴蝶 好旁邊的生俠啊記得拿一下 好拿到生俠之後我們再回去繼續跟蝴蝶 把這蝴蝶送到位 好接下來在我們正前方 這裡是一個金色的潮汐之翼 來清一下怪 好的清完怪之後我們拿到這一個潮汐之翼 拿到潮汐之翼之後再把四角轉到 藍方向啊地圖下方 從這邊往前走 在前方 在中央 水的中央啊 這邊又一次一個潮汐之翼 清一下怪 清完了怪之後拿到這一個潮汐之翼的獎勵 拿到這一個獎勵 再往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裡往前走 這邊爬上這個鐵橋啊 鐵字的橋 上來這個鐵字的橋 好順著橋走過去 對面有一個 這個什麼NPC 阿誠還在堆個畫 好然後把這兩個隻怪清掉 清完了怪之後再來和阿誠對畫 好這樣我們又獲得了十個新增 那在我們的西北方向地圖左彎角 西方向地圖左邊啊 這邊走過來 這裡潮汐之翼 又來清一下怪 好清完了怪之後拿到這一個潮汐之翼的獎勵 請起用 拿到這一個獎勵啊 在我們的 我們我們繼續往西方向地圖左邊啊 稍微偏 上一點點啊 這邊這個橋洞底下左側啊 這裡是 空物 撿起來空物 然後把四角轉到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對面的牆跟處 一個石頭給它炸開 好的 炸開之後我們先把四角轉到北方向地圖上方去到寶箱的位置 去到寶箱這裡 然後掏出槍手角色 這邊 剛才那個石頭的地方 一根柱子打一下 好接下來北方向地圖上方抬頭 這裡一根柱子 然後回頭 回頭 西南方向地圖左轉角 上面這裡一根柱子 三根柱子全都大了 這個角 這個箱解鎖 拿到這一個基準奇長項 拿到這個奇長項 我們這一批就拿了這麼多 那我們就下一批再見啊 大家拜拜